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藏人行专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庄玛 本期的主要新闻也有 达蓝喇冲哲表示 教育应训练人们建立和平社会 此任洛杉桑格对美国国务院的历史性访问 令中国震惊 世界各地的藏人悼念西藏著名前政治犯 达纳精美赏播逝世 达蓝喇冲哲与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 祝贺新西兰总理连任 两名藏人学生在印度国家资格 暨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达蓝喇冲哲 于本周二10月20号 在印度北部达蓝萨拉的秦光 透过视讯直播以教育心智为主题 向参加乌克兰教育营主办的研讨会的各国学员发表演说 达蓝喇冲哲在发表演说时 首先强调了人类的共同点 并指出无论从生理 心理 甚至从情绪的层面观察 70亿人类是相同的 并没有存在任何差异 同时有些科学家也证实了人类的根性为善 因此作为群体动物的成员 应该更加关怀彼此间的扶持问题 当今世界的教育机构应该训练人们 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社会 孙哲指出 人们刚出生时 并不会在意彼此的宗教与国家背景 但人们逐步接受到现代教育时 便开始建立起强大的我们与他们的距离感 因此在人类社会产生了诸多的冲突 孙哲还表示对欧盟精神的敬仰 并指出现为欧盟成员的法国与德国 与先前发生过战争 但后来各国的领导人察觉到 不应继续打仗和杀戮彼此 而是透过共同努力与合作的渠道 使彼此更加完善 因此他们建立了欧盟 孙哲认为当今人类应该彼此尊重 并且更加关注共同的利益 此外在藏人行政中央市政洛萨桑格 于上周五10月16号 与美国新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在国务院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即召开记者会表达抗议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于上周三10月14号宣布任命负责民主 人权及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罗伯特·德斯特罗为新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藏人行政中央和支持西藏团体相续对德斯特罗的任命表示了欢迎 在德斯特罗上任两天后 于10月16号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务院哈里杜鲁门办公大楼 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格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双方就藏中和谈 西藏人权状况等相关的话题进行了讨论 这是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60年来首次应邀访问美国国务院 也标志着美藏关系间的重大进程 上述消息在全球各国主流媒体的头版新闻上广泛传播之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10月20号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达抗议 并称西藏流亡政府是有组织、有纲领、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组织 赵立坚还指控德斯特罗会见司政洛桑格的举措 严重违反了美中两国的承诺与政策立场 并向西藏独立的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 他同时警告美国称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 另外曾在中共监狱关押超过32年 以及在出狱后将余生奉献给西藏自由事业的西藏前政治犯达纳金美赏波 于上周日10月17号早上不幸在瑞士图尔本塔尔的一家养老院病逝 享年93岁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文心恶讯后 对侍者达纳金美赏波表达深切的哀悼 并指出自青年时代起 我就一直钦佩他为西藏自由事业奉献的勇气和精神 能够在他有生之年亲自见到他是我的荣幸 我曾在达兰萨拉为他的自传书籍节目 今天他不幸离世 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于10月19号按照印度政府发布的2019新冠病毒常规指南 在各自部门单独举行祈愿法会 在祈愿法会结束后 藏人行政中央关闭了所有部门半天以示悼念 与此同时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女士和他领导的工党 在成功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后 与上周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后 赢得连任新西兰总理 西藏精神领袖达拉朗姆尊者和藏人请政中央辞政罗萨桑格 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在文讯后 相续向阿德恩女士致寒表达祝贺 达拉朗姆尊者在贺寒中 对阿德恩女士在充满挑战的时代 所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和领导才能表达了钦佩 司政洛萨桑格与议长白马琼乃 也祝贺杰辛达阿德恩女士取得的胜利 指出阿德恩女士取得的胜利 凸显出他对新西兰人民干练和富有慈悲心的领导 并强调世界需要更多如阿德恩女士一般的杰出领导人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自2013年印度医学委员会引入国家资格即入学考试以来 两名流亡印度的藏人学生与近日首次获得500分以上的高分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在文讯后 致函祝贺两名取得高分的藏人学生丹增议席和公嘎乐琼顺利通过考试 据了解 今年41名藏人学生向印度政府和喜马歇尔邦政府申请了为流亡藏人学生提供的6个医学学室学位保留席位 而印度医学委员会于10月16号宣布必须获得270分钟的147分才能在全国医学院校入学 观众朋友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